法院今天上午开庭 传唤了七名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呢 在总统府里面担任干部的证人 之前感冒的陈水扁呢 今天看起来比较好了 至于陈正慧呢 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下车来到法院开庭的陈水扁 一样是微笑上媒体打招呼 另外三名被告 前扁家大账房陈正慧 虽然还是戴墨镜同个包包 不过这次头发吹整齐 还抹上比较鲜艳亮色的口红颜色 还能回答法警的问题 而出庭的林德逊 似乎感冒了 一直咳嗽不停 上次开庭看 久不久很疲倦 扁安22号审理国务金要费的部分 传唤七名证人 上午交互结问四名证人 第一个结问扁办主任刘岛 他说六年在董统府办公室期间 陈水扁会发定期以及不定期犒赏 定期的犒赏三写礼金 听之前同事说过 部分是从国务计要费来的 不定期的犒赏钱 来源没问过也不清楚 今天新闻笑之光 可以亲SNG小组台北报道